美国纽约时报,当地时间2月28日报道称,五角大楼正在向美国的欧洲盟友们提出一项新的协议,在未来几个月内将驻阿富汗美军人数减少一半,并最终在2024年之前撤出全部驻阿美军。 该报称,超过6位现任,或前任美国和欧洲官员,向该报透露了这一计划。 到目前为止,这一计划已被华盛顿和北约总部广泛接受。 但有美国官员警告称,特朗普可能会随时颠覆这一新计划。 目前约有1.4万名美军驻扎赞阿富汗、五角大楼的一名发言人说, 目前还没有最终的计划,但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在阿富汗部署军队的所有选项。 近日,几位印度科学家,在一次重要科学会议上提出离奇主张,引起了众多印度同业者的猛烈抨击。 在一年一度的印度科学大会Indian Science Congress上,一些学者否认牛顿与爱因斯坦的发现, 同时声称干细胞研究是古代印度教徒的发明。 本届印度科学大会由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 主持。 最近几年来,印度神话和以印度教为基础的理论, 在印度科学大会议成缩沾比重不断上升。 但印度学界表示,本次大会上的言论,比以往更加惊人。 会上,印度南部安德拉大学Android University 校长拉奥, Denagishwarang,以一份古老印第文本作为证据表示。 干细胞研究,早在数千年前,便已在印度出现。 他还称,印度教史师罗摩远纳·Ramayona中的一位魔王, 在今日斯里兰卡境内,拥有24种飞机,和一个降落线路网络。 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邦·陈尼尼德·某大学科学家克里西南博士Drive KJ, Krishman,在大会发表演讲时表示。 牛顿与爱因斯坦都错了。 引力波应该改名为纳伦·德拉莫迪波。 据报道,克里西南称,牛顿没能理解引力排斥力。 而爱因斯坦的理论则是误导性的,有批评人士表示。 虽然古老的文本,仍然疑于阅读。 但声称其中蕴含科学道理十分荒谬。 印度科学大会协会称。 对这些言论表示严重关切,我们不赞同他们的观点, 也与他们的意见保持距离。 这十分不幸。 印度科学大会协会秘书长马图尔普曼德皮·Metha, 向法新社表示。 对那些负责任的人来说。 这种言论十分令人担忧。 去年,印度初级教育部长萨迪亚帕尔辛格SATYAPALSING, 在一次工程界颁奖典礼上表示。 飞机最早是在印度教史师罗摩远纳中出现的。 辛格称。 飞机最早适游是印度人西夫卡尔巴布吉塔尔帕德 Shifka-Bapurge-Tapult, 成功发明的。 比怀特兄弟早八年。 2014年, 印度总理莫迪, 曾在孟买一家医院, 向众多医生和医护人员表示。 印度教像头神Denetian的故事表明。 古印度便已有整容手术出现。 在印度教神话中, 像头神是一位头为大像头, 躯干为人身的神。 2017年1月, 印度西部拉贾斯坦邦Ridjafson教育部长曾表示。 理解牛的科学意义十分重要。 因为牛是世界上, 唯一继续入又呼出氧气的动物。 比斯沃斯Santic Bizworth, BBC驻印度记者。 印度与科学的关系有些复杂。 一方面, 这个国家曾经培育过非常杰出的科学家。 比如希格斯波骰子, 便是部分根据印度物理学家, 爱因斯坦的同代人萨特延德拉纳特波瑟 Satandranesbos, 命名的。 此外, 弟子物理学家阿修科西安埃什克森, 还曾获得过基础物理学奖Fundamental Physics Prize, 这是当今世界奖金最高的物理学奖项。 但与此同时, 印度也有用神话取代科学的历史。 由此诞生了尾科学这种边缘文化。 很多人相信, 自从莫迪领导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党印度人民党BJP执政以来, 为科学已经从边缘转向主流。 莫迪在2014年,便已开始营造这种气氛。 当时他表示, 数千年前印度已有整容手术, 引起一片哗然。 莫迪的很多部长也追随这种主张。 印度的顶级科学峰会, 也开始邀请有类似主张的民族主义人士参加。 这种说法通常可以让人联想到一种辉煌的印度教的过去。 以便支持宗教民族主义思想。 印度人民党和他们态度强硬的盟友们, 长期以来混合各种宗教和神话, 以推广政治化印度教和民族主义。 批评者指出, 在这种操作手法中, 加入科学只会助长为科学, 侵蚀真正的科学。 正如经济学家考识克巴苏·康塞克巴苏所指, 如果想要国家进步, 与其花时间展示5000年前, 祖先在科学、数学及文学上领域取得的成就。 不如让现在的人们, 加大在这些领域的时间投入。 北斗三号基本系统建成开始提供全球服务。 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主任,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新闻发言人 染城席27日在北京宣布, 北斗三号基本系统已完成建设, 于当日开始提供全球服务。 中缅边境应急扫雷行动正式启动。 南部战区陆军27日在云南省德鸿州盲市, 举行中缅边境应急扫雷行动启动仪式。 扫雷部队当场受领命令, 中缅边境应急扫雷行动正式启动。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筹备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 12月27日下午, 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 国防部新闻局局长,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大笑达记者问。 吴谦, 2019年10月18日至27日,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将在武汉举办。 目前, 赛事筹备工作已取得阶段性成果。 报名参赛人数已一万人。 已收到93个国家, 1049人报名。 其中, 参赛运动员及官员9122人。 裁判员389人。 媒体人员172人。 场馆建设高标准推进。 13个场馆设施项目, 已基本具备办赛条件。 22个项目正抓紧推进。 明年4月底前, 所有场馆设施将全面完工。 同时, 将组织开展联合验收。 确保场馆建设零差错、零事故、 赛事保障精细有序开展。 已成立39个竞赛委员会。 与国际军体签订26个项目备忘录。 第一批赛会志愿者一。 27万人招募计划已全面完成。 赛会志愿者通用培训正在推进中。 军运会云计算中心一已搭建完成。 开闭幕式电视转播工作启动。 黎巴嫩交通部长称, 以色列战机险撞两架客机。 黎巴嫩看守政府交通部部长 优素福菲尼亚努斯26日说。 前一晚以色列战机, 侵犯黎巴嫩领空, 并空袭叙利亚。 险些撞上两架客机。 普京观摩俄试射先锋高超音速导弹。 据克里姆林公网站26日发布的消息, 俄罗斯总统普京, 当天在俄国防部的国家防御指挥中心, 通过直播画面观摩了俄一枚先锋高超音速导弹试射。 导弹在飞行约6000公里后, 成功击中预射保镖。 卡塔尔向马里提供军事援助。 塔尔国防部26日发表声明说, 卡塔尔向马里提供了24辆装甲运兵车。 这是卡塔尔军事援助萨赫勒五国集团的一部分。 乌克兰总统宣布, 结束部分地区战争状态。 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 26日宣布。 11月26日开始, 在乌部分地区, 实行为期30天的战争状态正式结束。 中国空军歼20战机, 进行飞行训练资料照片, 李韶鹏设。 新华社北京3月1日电提, 距离强军孟阳翻起新航。 全军部队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全国两会重要讲话精神技时。 新华社记者李学勇、李勋良、 梅士雄解放军报记者引航。 破坏强军蓝图。